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正如我过去数星期一直分享一个话题 就是气候的变暖 到今时今日气候的变暖,地球气候的变化 已經是一個沒辦法可以推翻的事實 而這個氣候的變暖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甚至可能應該說最主要的因素 是人類的活動 是因為人類的生活方式而導致 這個也是一個已經是非常難去推翻的事實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能有些人還會覺得 這個氣候變暖的真正效果 可能是十年之後才會看到的 到時我們都不在 或者說人類都滅絕到那個時候 但大家其實不要幻想以為是一些很久之後的事情 因為其實這些氣候變暖的狀況 或者氣候變暖的效果的後果 其實我們已經是看到了 我們現在已經是不斷地在浮現在我們眼前 我們世界上很多人 甚至其實包括香港人其實都已經在經歷著 而很多時候我們所說的很多不知道多少年之後發生的 或者會見得到的那些情況 其實也不是真的很久之後的 就是我們這一代有我這麼多年紀 也有這麼多年紀的人 可能我們有生之年都已經會見證到這些 一些很極端的情況出現 而到了我們比我們年輕一些的 今時今日的可能是二十幾三十幾歲的年輕的一代 或者今時今日的小朋友 或者剛剛出生的BB 他們將來當他們一路長大 當他們步入成年中年的時候 他們所面對的世界 他們面對的日常生活 其實就是要面對一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今天起了這個題目就是 怎麼能夠讓孩子 怎麼能夠讓避後災難去摧毀我們孩子的未來呢 我今天選了這一張做我背景的這幅圖 我就覺得很有象徵意義 為什麼呢?因為大家留心點看 這個其實是一個過山車 就是那些遊樂場上的那些過山車 Roller coaster的架來的 枝架來的 那這張相片就是2013年的時候 有一個超級巨峰叫做Sandy 就是橫掃美國的東岸 這裡就是東岸新澤西州的某一處海邊 本來這裡是一個遊樂場 有各種的電動的玩意 包括這個 這種叫什麼? 忘記了 突然間過山車 Roller coaster 過山車在這裡 但是一場的風暴 整個的遊樂場 是衝了下海 沒有了一大部分 這個過山車的枝架 也都變成了在海裡 這個本來是給年青人和小朋友 在這裡很歡樂 在這裡享受他們 享受生活的一個地方 是因為一場的風暴 因為一場因氣候的變異 而帶來的一場超級的巨峰 他們這個歡樂的世界 這個歡樂天地 一夜之間摧毀了 成為了一個海裡 沒有得走去玩 只能夠可以在這裡看著它 是一個憑吊的一個這樣的地方 事實上為什麼我會注意到這個話題 或者為什麼我會想到這件事情呢 就是因為看到這個 英國的經濟學人的那份刊物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早兩天有一個很簡短的報導 就提及有一個這樣的研究報告 就是在科學的期刊裡面 的《率先發佈》的一篇論文 他這篇文章就叫 《Intergenerational inequities and exposure to climate extremes》 翻出來的意思就是 暴露於極端氣候下的跨世代不平等 什麼叫做《率先發佈》的論文呢 可能我花幾秒 十幾秒解釋一下 就是編文章已經是被個期刊接受了 經過了評核 通過了評審 是準備正式刊登的 但是就未曾正式刊登 就先在網上發佈了先 那這些他們就叫做 《first release papers》 那應該就是再過一期至兩期左右 就會正式在他的期刊裡面出現 現在就先給我們看了先 那這篇文章究竟講什麼呢? 大家看一下它最下面灰色底 輕輕淺灰色底 一句到尾 一句講完 年青的世代是被氣候的變化嚴重威脅 以前讀研究院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經常都跟我說 或者跟我們說 如果你的論文 如果你的研究 不能夠用一句很簡短的說話 解釋給任何智力正常的人聽得明白的話 那你整個研究 你整篇文章 是要從頭想過的 這篇文章就做到 一句解釋了 一句講完 氣候變化是嚴重威脅 年青的世代 怎樣嚴重威脅呢? 它就是用很多的氣候的模型 就是所謂的科技模型 還有人口的分佈 人口變化的模型 來推論來推斷 計算出 它其中有幾個有趣的重點 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叫做有趣 學術上有趣這樣說 其中一樣它就是說 2020年的世代 2020年出生的這一代 比起1960年出生的世代 一生要經歷多兩倍 至七倍的氣候災難事件 什麼為之氣候災難事件呢? 就是包括了山林的火災 我們過去這兩三年 在國際新聞上面其實看到很多 澳洲、美國去加州、希臘、俄羅斯 其實近這幾年 過去這一兩三年 其實發生了很多很頻密 和規模很大 山林的火災 其次就是農作的失修 旱災、水災 特別主要是指到一些河水氾濫而來的水災 還有就是熱浪和超級颶風 他說如果現在的氣候變化趨勢持續的話 繼續按現時途徑移動的話 1960年出生的那批人 在說全世界的平均來說 1960年出生的那批人 一生會經歷到四次的熱浪侵襲 而2020年出生的 一生會經歷三十次熱浪的侵襲 你說不是啊 你都可能覺得 你都是60年世代出生 你怎麼只經歷過四次熱浪啊 我們經常都覺得很熱 但是大家要留意這裡說的熱浪 不是香港天文台那種 28、9度就發出炎熱天氣警告那種的熱浪 而是超常地熱 類似我早兩個星期所說的 就是最高氣溫是達到攝氏50度 或者差不多那一隻 一個地方如果它平時的天氣不是那麼熱 如果它突然間有一段時間 是熱得非常熱得很超乎正常的 那那個就叫做一個熱浪的侵襲 如果香港夏天是不是都30多度呢 那可能我們就要去到 即是貼近40度呢 才算是一個熱浪的侵襲 而且還要是持續的 就不是歷時一兩個小時 那它還說呢 如果全球的氣溫 平均的氣溫上升 可以控制到攝氏2度呢 那它們呢 即2020的世代呢 就會一生經歷 不是30次 就是22次 這些是熱浪侵襲 其實都很誇張 都很厲害 如果控制1.5度呢 那就18次就會再好些 這些全部它們用一些方程式 用一些模型來推算出來 然後它還推論一樣 是更加極端的情況 但是這個極端的情況 就是要警告一下大家 提醒一下大家 這個其實是極可能出現的 就是全球是升溫3度的情況之下 那批目前6、7歲的小朋友 可能是你家裡的小朋友 你的孫子、你的子女 它們一生會比1960年的世代 經歷雙倍那麼多的山林大火 和超級巨峰 三倍那麼多的河水氾濫 四倍的農業失收 五倍的旱災 和這個驚嚇 三十六倍的熱浪襲擊 就是吃多少熱浪薯片 都頂不住了 或者可能更加頂不住了 而還有就是這個氣候的災難本身 不只是氣溫的問題 也都有很大的地理的差距 正如我好幾個星期前都提過 其實歸根究底 有很多政治的經濟的因素在後面 貧窮地區的新生代 尤其是在北非和中東一帶的年輕人 他們會比富裕地區的孩子 面對更加大和更加多的氣候的風險 而回到經濟學人這份周刊 他的報導裡面 就提及了也引述了一份 是最近出現的一個調查 這個調查就是訪問了十個國家裡面 一萬位是十六至二十五歲的年輕人 發現到原來有四分三的年輕人 十個國家跨越全球 有四分三的年輕人對未來感到恐懼 他用frightened這個字眼 frightened就是十分驚恐的 是很害怕的 不只是說有些擔心 不是很安樂的 不是很輕描淡寫 是frightened的 然後有四成半就說 他們對氣候變化憂慮 已經在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 而生活地區越受氣候問題困擾的 譬如像菲律賓和印度那樣 他們那裡的年輕人的焦慮程度就越高 因為對氣候的擔憂而帶來的焦慮程度就越高 這個報導和這個調查 似乎並沒有提及中國在這裡 但是我相信中國的年輕人 應該就不會有這一份的焦慮程度 因為中國的年輕人 一般來說 都相當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很溫暖 很溫馨 很幸福 很快樂的一個盛世裡 只要國家領導 是將這些問題處理得好 一定會處理得很好 所以中國的年輕人 是不需要擔心的 只有那些貧窮的國家的年輕人 才需要擔心的 但是回來我想問的問題就是 或者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問題 希望大家都想一想的問題就是 如果創造者 他會讓我們在這個 他所做的世界裡生活 他容許我們在這個世界裡生活 他又將這個他做的世界 和未來的幾個世代 托付在我們的手上 托付我們 是要相信我們 起碼是先相信我們 信得過我們 托付了給我們 我們能不能夠 將一個爛灘子 去交給我們未來的世代 交給你的子女的世代 交給你的孫子的世代 甚至是你的孫子的下一代的世代 任由他們的承受 我們過不過得到自己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在這次金融結束 我們下週再談 我們下週再談 誘導師 你睡覺